然后打开包装整台机身就把这些东西的装装上去 是这样子的,装好之后,插电,这是电源键,这是过载保护器 这是开关,电源开关,这是仔细灯 灯电就是运行状态 状态,挂回去,然后你按时10秒钟点击 这个是水 这是过滤网,你每次用完这个地方清洗,清洗这个地方 把它拔出来,压这个地方,拿这个东西去清洗一下 然后装回去也是一样的,把它推到位,压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,这些排水键,就是刚才吸了一些水进去 这是刚刚吸了人家放杯水,把它排水 按排水键,仔细都会闪烁 然后你按排水键后,它排水时间是一分钟 一分钟的话,你是提起来,它是没有吸力的,不提供吸力的 你要用吸力的话,你把它关掉,重新开,它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,清洗这个罐,每次用完清洗这个罐,怎么拆呢 这里有一个卡扣,你直接把它拔出来就可以了 这地方是有一个密封权的,你往下面拉 然后,卸下来 洗一下,然后是把这个炭精也把它擦一下 因为它是感应器,如果把它粘住了,它吸灵的话 它会风机进水,进水就会卡死了 所以,每次拆出来,要把它清洗一下 这地方要擦一下,然后再装回去 谢谢 谢谢 好